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的影片是台版即將登場的泳裝復刻池角色介紹 順便也講一下泳裝美東專2 首先是比較沒那麼重要的角色 泳裝真步 泳裝月月這兩個角色上場機會都為零 有愛再仇 然後是泳裝美東專2 有專2之後還是沒搞頭 上場機會為零 我就沒看過有人用泳裝美東專2 就有愛再練吧 接著是泳裝女僕 限定角色 後衛輔助補師 專武後的一技能 在自身眼前召喚一個送頭魔像 並以最前方的友方單位為中心 範圍250內的角色 大幅度提升雙防 持續12秒 專武後的二技能 以最前方的友方單位為中心 範圍350內的角色 中幅度恢復血量 特大提升魔防 物攻 魔攻 展開大幅度魔法吸收盾 以上效果都持續18秒 一的技能 開戰後 提升自己的物防跟魔防 最後是UB 小幅度提升我方全體雙防 持續18秒 並賦予持續恢復的效果 持續10秒 順便說一下 這次早期的會跌倒的好女僕 最近的女僕UB都不會跌倒了 直接失去角色特色 一點都不女僕 專二屬性 血量 物防 魔防 泳裝女僕的技能施放順利是開場1技然後再2技 後續循環 我就打在畫面上了 技能看完後 我們直接看一場實戰吧 對面防守隊伍跳跳虎 紡希 魔法霞 艾梅絲 泳裝女僕 我方使用聖誕真陽 酒鬼 新年獅子花 艾梅絲 靜華的隊伍去打 這隊前面打的怎麼樣 不重要 反正我的聖誕真陽跟艾梅絲都有放過UB幫靜華加過防 1分04秒 新年獅子花UB 然後靜華也跟著UB 造成跳跳虎7萬6傷害 然後跳跳虎直接UB反打 直接把蠻血而且有加過物防的靜華跟新年獅子花蠻血打爆了 整個就很扯 泳裝女僕可以幫跳跳虎加超高攻擊力 還有魔防跟開魔法盾 有泳裝女僕加持的跳跳虎強度很扯 目前法系角色幾乎沒有人能頂著 泳裝女僕爭議於去用直接傷害把跳跳虎打爆 畫面上這隊是有機會啦 可是很不穩定 我打了三場 只有一場有拆掉 泳裝女僕有專二之後表現很強 在競技場是很強的防禦角色 想要打競技場的話 最好要有 女僕的1的裝備 我就穿畫面上這三件 要特別說的是 專二提升了很高的血量跟雙防 在競技場這種流彈滿天飛的情況下 用泳裝女僕的話 專二強烈建議要升滿 有時候會影響勝負 然後是超防守隊伍的時間 現在畫面上這邊是泳裝女僕專二實裝一個月後 我競技場前五十的防守陣容 有些人有用泳裝女僕 想要超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泳裝女僕在戰隊戰只有一隻王有上場機會 台版下個月會遇到的二王肌肉串 泳裝女僕有出現在純自動最高的隊伍裡 傷害約5300萬 作為對比 半自動最高則是6100萬 結論 泳裝女僕競技場玩家賺夠必抽 EV1跟3V3防守都很好用 還沒滿等的新手嘛 考慮到這隻很貴 要練要花大量資源 尤其是那個專二 從一星拉到五星 需要純淨碎片 150片跟瑪娜6000萬 很貴 新手想要打競技場可以抽 賺不夠或資源不夠的話就Pass 戰隊戰的玩家賺很多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接著是泳裝珠希 限定角色 全面物理輸出兼妨礙 專用後的E技能 小幅度降低眼前敵人的TP 小幅度恢復自身TP 大幅度降低眼前敵人物攻 特大提升自身物攻 以上效果都持續12秒 專用後的二技能 自身特大提升物攻 小幅度提升物理暴擊傷害 以上兩個效果持續180秒 大幅度提升自身行動速度持續18秒 一的技能開戰後 提升自身物攻 最後是UB 對前方範圍480內的隨機敵人造成4次中幅度物理傷害 專用屬性 血量 物防 魔防 物攻 泳裝珠希的技能施放順序我就打在畫面上了 泳裝珠希是很早期的角色 技能循環 偏蠢 八動居然有五動在普攻 然後1技偷TP 八動才放一次 這個頻率真的是低到不行 泳裝珠希有裝了之後 傷害變高了很多 特色是UB是四段式傷害 吃夠多增益的話 理論上一次UB就能打400萬傷害 不過那個是理論上 實際上在四階段傷害表現很普通 一發UB能破200萬就偷笑了 不是泳裝靈的對手 在三階段有比較亮眼的表現 因為三階段Boss的白甲素質比較低 比較容易打出高傷害量 並且有些三階段Boss會控場 珠希偷TP可以讓她玩點UB 可以讓隊伍提早好幾秒把Boss收掉 對於想要打三階段Boss 並且拿到滿補償去打四階段的道 來說 泳裝珠希是個不錯的角色 接著是珠希四階段 唯二有亮眼表現的Boss 首先是台版這個月的四王鹿 半自動傷害最高的隊伍是畫面上這隊罰隊 12個操作按下去 約5400萬傷害 物理隊這邊則是約5000萬傷害 9個操作 是用了碧卡拉的物理隊 而日版泳裝珠希有專二之後 看到打最高的則是單壓5000萬的泳裝珠希物理隊 操作只有一個簡單手動 還有兩個半自動操作 這個操作不難 並且還有一些優化空間 有機會優化到半自動超過5000萬 比屬屬物理隊高 至於能不能超過法隊我就不確定了 問你就是我不知道 順便說一下四王法隊跟其他Boss沒有橫卡角色 最多跟三王有兩個角色重複啦 是可以三王跟四王都出法刀的 所以角色沒有缺的情況下 四王會以法隊為主 泳裝珠希打路只能說有機會上場 至於到底會不會派上用場 反正泳裝復刻池開的時候戰隊戰模擬戰也開了 各位可以等看看有沒有人測出亮眼傷害的路刀 接著是泳裝珠希在日版第二隻有上場之類的Boss 是日版10月的二王雷雷 手中最高三花聚領隊7600萬 伴仲最高是物理隊 畫面上這個珠希物理隊5700萬 而另一隊公主可可蘿隊則是約5300萬 日版當時是泳裝珠希隊比公主可可蘿隊高 不過台版到時候打雷雷時 公主可蘿專武已經實裝了 公主可蘿專武很猛 四百萬差距要追上或超過應該不難 所以台版到時候珠希有沒有上場機會 只能說到時候再看看了 結論 泳裝珠希有專二後 四階段最多有兩隻Boss有上場機會 最少四階段上場機會可能會為零 剩下三階段有上場機會 總的來說不算是特別重要的角色 戰隊戰玩家賺很多可以抽來玩不夠JPAS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玩到的新手有愛再抽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GOODBYE